大家昨天在看陈其仲的记者会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也就是陈其仲说 出示超市的报价单里面 刻意把报价的单位给他模糊化 也就是我们至今不知道 这一批单是谁卖出来的 牧场是哪一个 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因为在六七月的时候 巴西是有禽流感的 农委会宣称说 这一个牧场本身没有发生过禽流感的个案 那你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知道 这一个牧场是哪一个牧场 超市所进的单是不是都跟同一个牧场买 这个牧场难道台湾没有权利知道吗 我们所有的食品 吃下肚子里面的食品 他出产的工厂 他出产的产地 我们都应该知道 结果我们只知道这一批 难道他的产地叫续产会吗 还是他的产地叫做超市 不是吧 我没有知道他的牧场是哪一个 但是昨天农委会刻意的把牧场给他模糊化 这一点让我非常的疑虑 就是这一个牧场是真的没有问题的牧场吗 还是这一个牧场 如果名字一揭露的话 大家就可以查得到老板是谁 我一直说这一批鸡蛋到底是我们秦宇乔女士 这么厉害一个退休十几年的女士 老太太 他有本事到巴西去找到这一批蛋 还是巴西本来就有这批蛋 想要迈进来台湾赚这一笔钱 昨天农委会的合约公布之前 我们一直认为 在炒这到底是补贴还是补助 结果农业部的合约一公布以后 政府官员里面熟悉采购法的人 晚上就告诉我 这样的合约根本不是补贴或补助 而是委托采购 什么叫委托采购 也就是这批合约的买主就叫续产会 而不是超市 所以大家看到所有的税 所有的运费 甚至仓储所有费用 都是续产会付的 这里面已经不是补助跟补贴了 买主就叫做续产会 所以它里面写到的是 续产会委托超市进行采购 里面才会是代收代付 然后各项所有的费用 它通通付了 所以超市就是进口这几批的蛋 它就可以爽爽赚三千多万 超市在这个合约里面的角色 如果大家仔细细看 它就是UberEat 它就是帮忙拿货送货而已 所有的风险承认 都有买家来负责 买家是续产会 所以这件事情续产会 已经违反政府采购法了 买主就是续产会 不是超市 你违反了政府采购法 你没有公开采购 超市只是做劳务协助而已 帮续产会做这件事 所以这里面包括营业税 大家看到营业税的补贴 也是三千多万 如果超市只是代收转付 它哪来的营业税 它哪来的营业税 它有没有开这个营业税的发票 给续产会 因为续产会才是买主 再来第三个说谎的是什么 昨天陈吉仲公布了资料说 我们2月24号就公布了要进口巴西蛋 错 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是2月24号 礼拜五228年假之前 农委会才赶忙发文给食药署 问说我们可不可以进口巴西蛋 请食药署专案协助 大家知道因为过去 我们没有进口过巴西蛋 所以我们跟巴西之间 没有相关的系统性查核的资料 要专案进口巴西蛋 必须经过食药署的同意 于是农委会在2月24号 228年假之前 才赶忙发文给食药署 这里面第三点还说 请其同意协助 所以食药署没有同意之前 农委会哪来的公告呢 更巧合的是 本来超市已经停业了 224农委会发出这个文以后 228年假一结束 3月1号2号超市就马上去申请赴业 请问一下超市是不是知道说 农委会已经发文给食药署 这份公文不是对外的文件 而是行政院内部部会来往的文件 外面的公司怎么会知道呢 如果他不知道为什么 2月24号歇业 过了一个228年假 4天醒过来突然觉得 我不能休息下去 我要赶快再去工作 1号2号就去准备申请这个赴业 所以这一切是不是有内线交易 是不是有违反采购法 是不是有图例 我们希望今天透过今天的告发 检调可以进去查看 包括超市有没有带电这笔钱 如果说今天的鸡蛋 是从巴西那边想要卖过来的 超市当然不用带电钱 因为收款方是巴西 如果陈吉仲部长还有续产会认为 这整个这个专案是可以公开透明 经得起检验的 第一个请公开巴西进口的牧场 第二个请续产会公开你付款的时间点 到底是预付呢 还是验收完付 我想我们没有资格要求一家民间公司超市 来出示他的付款资料 但我们总能要求属于准法人的这个续产会 可以公布他的付款时间点吧 尤其是我们的续产会还是跟农业金库来贷款 他什么时候贷款 什么时候付款 这笔钱什么时候出去 拿到的单据到底是超市给的发票 还是这个牧场开的付款证明 因为如果他拿的不是发票的话 请问一下还有多给超市5%的营业税 加8%的服务税 那超市不是白拿了13%吗 所以我觉得不用讲这么多 昨天你开了记者会 号称要讲清楚公布合约 但是结果合约的细节 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样 那你公布这份合约要干嘛呢 是笑话 你公布了合约结果你说我们做的都合约都不一样 那这个合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个我觉得拥挤台湾国人的食安健康 83,800公斤有问题的蛋 农业部只敢说 哎呀我们会叫业者退运或销毁 请问那到底是退运或销毁 销毁有没有证据销毁 过去我在公家机关里面 不讳言的说 常常有这种有问题的食材 留到黑市 留到加工厂之后 尸骨无存 所以这一批有问题的蛋 既然是农业部放准它进来 检验出有问题的时候 去向 有没有退运 有没有销毁 怎么销毁 我想农业部也应该要清楚的交代 好我们就继续 有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 它的支出是支付美化 比如说它的支出可能还扣掉了一些关税等等 然后这会变成差额变成平均1.7 一点多块钱 其实我们昨天从农业部公布的所有资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根本已经不是补贴差额的问题 整个买主就是续产会 续产会去买了高价蛋 买了6块7块的蛋 然后再卖出去3块4块 说我们只有亏2 3亿而已 这跟台电的手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买贵的 然后我便宜卖 对内跟民众说 你们只买到便宜的蛋跟店 但是谁赚走了这个钱 续产会如果要高价买的话 他就直接自己去买就好了 不要忘了3月的时候 我们的侨委会阮昭雄才到巴西去访问过 难道他在侨界里面找不到一个 这个蛋场牧场吗 然后要透过超市这一个 才刚停业又副业的公司 我觉得这整个都很荒谬 而且最后订的契约 根本就是这个采购委托的契约 这要依据采购法是要公开招标的 那为什么是超市呢 今天既然是委托采 大家去看一下昨天的合约 就直接 最前面就已经直接写了 这个是续产会 委托超市进行采购 所以买主就是续产会 不是超市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